记者刘宾选南投报道,南投于池田香名谈国中,全校仅有16名学生,校方为培养学生自信,去年引进吉他教学并获邀在《日月谈花火节》登场演出。 经校方及他设则于坦见疾病,节节性硬化症,Mandberg及Vative乐团一起到日月谈向山游客中心做快闪表演,学生除借此增加表演经验外,也盼尽一己之力,让社会大众认识坦病,支持永不放弃的生命斗士。 名谈国中校长李慧芬表示,节节性硬化症是一种遗传疾病,会造成患者神经细胞和水鞘形成不良,产生节节硬化,并会表现在脸部与四肢,出现颗粒节节,影响人际关系,甚至不敢面对人群,但透过音乐学习与表演,喊兵儿也能走出疾病因引进而展现自我。 而名谈国中则应是小校,学习资源较不丰富,但近来透过日月谈风景管理处,文武庙,以及18度C基金会的支援,学生也开始接触到吉他,划船课程等,藉由多元学习与表演机会,增加学习自信心,金鱼,喊兵儿一同演出,学生也体认到生命教育,了解到不论什么时候,什么角色,只要有能力, 就算是国中神也能回馈社会。